哈喽欢迎大家收看回来的游戏六层解说 我的世界啊 咱们现在是玩的一个惊悚地图 恐怖地图 叫什么惊悚校园是吧 咱们呢 卡住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个我们作弊了 也不是做的很大的弊啊 就是这边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咱们线索断了 我们就开窗罩把这根打开了 不过呢 里边是一个祭坛 说十年前有个人失踪啊 然后被献祭了 好像是啊 然后咱们现在插两个的话 咱们有两两个地方 咱们是没去过的 我们是有拉杆的啊 那咱们找一下吧 找一下看看咱们哪没去过 这个线索断了 然后最后玩 咱们捋一下 然后给大家完整地解释 这个整个古异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事没有吧 上去吧 走吧 走吧 空气啊 上去吧 那咱们现在就是 有两个地方咱们是没打开 线索断了 这边有一个音乐室 这边打开吧 大家去看一下吧 这边有字 啥也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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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咋的呢 这镜子怎么总感觉这么奇怪 之前好像没见过 这是哪儿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俩把脑袋摘了呗 我一直以为你俩是鬼呢 这边有血迹 我可以喝个 你俩不像 你俩跟着我啊 你俩跟着我啊 哎呦 我刚才是对撑镜子了吗 总感觉这么奇怪 之前好像没见过 这是哪儿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跟着这儿走吧 地牢吗 这是啊 哎呀 你俩把脑袋摘了呗 啥事了 被吓一跳啊 这有一幅画 啊 你俩这是 哎 这边有个箱子 禁止背后的成就 禁止背后的成就 它就是个成就 还有学迹呢 门开了 这边有个门 里面有个箱子 日记 地下室的钥匙 放在铁块上面 这个是咱们刚才 作弊用的那个 你们人的 你个哪呢 空气在这呢 我看看 找个日记啊 十年 我等了十年 啊 自由 我的自由 我要来了 这鬼地方 我待了十年 我终于能出去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这 你们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好像是十年前 被献祭的那个人的日记 他就被关了十年了 在这 然后给了我个钥匙 地下室的钥匙 你出去就出去 笑什么 废话 你被关在一个地方 十年了 你看你 这哪啊 这这这 这边有个东西 人呢 空气 野花 没了吗 哎呦去 咋了 这哪啊 这不刚才那种 那儿吗 这是刚才那地方吧 是我刚才我个人看来的 那我们有那个地下室的钥匙了 那我们去吧 走吧 还有一个绿宝石的地方 咱们是去那儿还是去地下室啊 不对啊 那咱们心肝脾肺好像差俩呢 没有吗 就是刚才应该不是地下室 刚才那个应该不是地下室 那啥意思啊 那是哪儿啊 因为它是在画的后面 那我 那我 那我们去哪儿啊 再往上边看看呢 这儿啊 看看有没有咱们没打开过的地方 这是打开过的 男人没打开过的吗 没有我们就去那个什么吧 地下室吧 这没打开是吧 啊 进去看看吧 杀命 地下室的钥匙我可用了啊 刚才不小心你摁了 还有东西吗 那这儿进来干啥啊 出去吧 走吧 伙计们这儿不对 大哥 不是 第四 不是地下室 他那个 他那个拉杆上写着的是地下室的钥匙放在铁块上面 他写的 我给用了 我放在这儿了 走啊 空气走啊 你跟这折腾啥你走啊 咱们挨个儿瞅一眼呗 没有错过的咱们还去那个哪儿得了 地下室得了 再往上走 一层也别辣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 老师的办公室 进去看看啊 野花呢 走啊 我出去吃饭你你这么搞啊 什么意思啊 这箱子打不开的 啥没有啊 十年前日记在哪儿呢 给我给我 怎么两本书呢 我分析一下啊 校长说 这不是等会儿啊 咱们看第一本十年前 一本十年前的日记 还有一个是古老师 古老师又是谁啊 咱们看一下啊 校长最近特别奇怪 他好像有点对我特别关照 老师叫我今天晚自习留下来写作业 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么晚都不让我回家 这个应该是失踪的那个亡灵 是不是啊 然后古老师 校长这段时间好像特别暴躁 他老师对我们老师大吵大骂 校长一直苛扣我们老师的工资 他那么大一个公司赚那么多钱 还要扣我们的工资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哦 这儿来是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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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